今天我们要接着跟大家谈一个 《红楼梦》中的精彩人物 秦文 以及他的故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知己丫鬟翘秦文 在宝玉的丫鬟里 说起风流灵巧 标志出众 确实非秦文莫属 而他在宝玉的心目中 到底占着什么样的地位呢 在第七十七回中 写着王夫人 因怕秦文勾引坏了宝玉 命人将病中的秦文 从炕上拉下来 架着拈出府去 宝玉也想不到 王夫人真的会这样 大发雷霆 看起来 使不能挽回了 虽然 心中恨不得一死 但在王夫人 但在王夫人 慎怒之时 也不敢多言 进屋后 便倒在床上 大哭起来 身边 去了第一等人 气不伤心 习人知道 他别的都没有关系 只有秦文 是第一件大事 只好勉强安慰着 在贾宝玉的几个大丫鬟中 习人和秦文 原来都是贾母屋里的丫头 老太太见他们 模样言谈好 而秦文 特别是针线女工好 就给了宝玉使唤 习人 性情温慎 对宝玉的生活起居 照顾得无微不止 而且 还时时地规劝宝玉 而秦文 却是另一种样式的 他心灵手巧 却也性情高傲 凡事任意而行 我们就来看看 他的故事吧 有一次端阳家节 秦文不小心 把扇子叠在地上 将扇骨子叠断了 宝玉叹道 蠢才蠢才 说了秦文几句 秦文冷笑道 二爷进来脾气大得很 动不动就给人脸子瞧 就是叠了扇子 也是平常的事啊 先时 您那样的琉璃缸 玛瑙碗 不知弄坏了多少 也没见个大气 这会儿子 一把扇子 就这么招了 何苦来 嫌我们 就打发我们走 再挑好的使唤 不好吗 宝玉听了这些话 气得脸都黄了 浑身乱战 加上秦文 一句话都不肯退让 习人在里面听见半嘴 忙出来劝解 也被抢败了一顿 习人看宝玉气成那样 也只好忍着性子 说 好妹妹 你出去消消气 原是我们的不是 秦文 听她说 我们两个字 冷笑起声说 我倒不知 你们是谁啊 别叫我 替你们害臊了 便是你们鬼鬼祟祟 干的那事 野蛮不过我去 哪里就撑起 我们来了 气得宝玉 要去回王夫人 把秦文打发出去 习人 忙拦住道 真的要回太太 也要等气消了 没事 回了也不迟 这回子回去 反叫太太起疑 秦文 秦文哭着说 只管去回 我一头撞死了 也不出这个门 三人 正闹得 不可开交呢 正好 黛玉进来看到 便笑说 大劫下 怎么好好的 大劫下 难道 难道 未争 粽子 争 老了 不成 宝玉和席人吃得一笑 黛玉道 二哥哥不告诉我 我问你就知道了 一面说 一面拍着席人的肩 笑道 好嫂子 您告诉我 必定是你们两个半了嘴了 告诉妹妹 替你们何劝何劝 席人推她道 姑娘您闹什么 我们一个丫头 姑娘只是混说 黛玉道 你说你是丫头 我指哪里当嫂子带 宝玉道 你何苦来替她招骂名 绕这么着 还有人说闲话呢 还搁得住你来说她 黛玉这人 并不是和谁 都开得起玩笑的 今天说的这话 更不是可以轻易 用来开玩笑的话 但她这巧妙的玩笑 恰好为秦文说的那事 做了注脚 在第六回中 所写的 贾宝玉出世云与情 指的就是习人 和宝玉的那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